北伐时如果张飞健在,诸葛亮派他守接亭,张和能否取胜呢? 诸葛亮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,在灭魏如此重要的战役中,他将镇守接亭的大任交给了新手马素。 当时的蜀汉根本没有多余的大将可以用,五虎将终止剩下了赵云一人,而他担任吸引曹军主力的任务。 魏延则随诸葛亮一起收拢西各郡,整个军营中也只有马素能用了。 马素的失误也为诸葛亮北伐留下了遗憾,如今很多人都在推演这场战争,今天我们就来推测一番。 如果诸葛亮把这个任务交给张飞,张和还能取胜吗? 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诸葛亮这个做法,其实诸葛亮何尝不知道马素是新人,但是他认为给马素足够的兵,并且提前告诉马素如何做,这样就可以确保接亭无事了。 或许是之前的将领都太听话,所以诸葛亮才敢放心让马素去。 结果马素就是个例外,他不听诸葛亮的话,放弃了水源,致使张和攻破接亭,诸葛亮只能北伐失败。 北伐的时候,张飞已经死去了,但如果他还活着,相信诸葛亮会让他去守接亭的。 张飞给人的感觉是五大三粗,可是他也很聪明。 当年当阳桥一战,张飞单人单骑在桥上,命手下在后面骑马扬灰。 在曹军来到的时候,张飞三胜大赫下退了曹操大军。 其实曹操撤兵并不是因为张飞嗓门大,也不是因为他武功高,而是因为当阳桥后扬起的尘土,让曹操起义。 从当阳桥这件事也可以看出,张飞还是有脑子的。 张飞跟着刘备打天下,虽然他对诸葛亮有诸多不满,但是在打仗这方面,他还是很佩服诸葛亮的。 而且每次诸葛亮下达的命令,张飞都完成得不错,因此如果接停交给张飞的话,首先张飞不会放弃水源,张河的计策无法得逞。 另外马素虽然熟读兵书,可是他临阵的经验却是零,张飞虽然鲁莽,可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,他虽不懂兵法,可也知道阵前分兵是忌讳, 因此张飞凭借自己多年的战场经验,也不可能让张河的计策得逞。 另外当时诸葛亮交给马素的兵马,远多于张河,相信张飞即使和张河应拼,也可取胜。 此前张飞和张河也曾多次交手,那时候曹操常在军中夸奖张飞的勇猛,然而张河却不以为然。 后来曹操给他机会与张飞交手,结果却是屡屡被张飞打败。 在郎中一战中,张飞以一万人打败了张河大军,而且还是让张河全军覆没的大胜。 如果这次再交锋,张河从心里也会畏惧张飞几分,落败是必然的。 结语,如果张飞对抗张河,不论是比智还是比勇,张飞都能打败他,守住皆庭。 然而这一切都是猜测,张飞因为性格火爆惹怒了下属,丢了性命,如果他能够听刘备的话,收敛性子,他就能够活下来,成为诸葛亮北伐的一大臂膀。 可惜的是,刘关张这三个兄弟,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,他们不听诸葛亮的话,最终丢了性命不说,也将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给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